大家还记得国防部在1月9日下午3点多发布了防空警报 内容通知中国发射的卫星偏离轨道飞越台湾南部 不过卫星却用英文missile让人误以为是飞弹 国防部虽然道歉 不过却也引发民众热议 万一真的有空袭该躲到哪里去呢 而这个一个蓝色的人往地下室走的图案 就是防空避难的标志牌 现在的大楼通常都有贴这个标志牌 但可能很多人搞不清楚标志牌的目的是什么 台湾百年来也经历过战争 防空避难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安全 假设空袭警报一响起 民众就可以前往贴有这个防空避难标志的场所来避难 不过独立特派员记者邱惠恩、郑仲宏 对防空避难制度进行了总体检后 发现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一起来看我们的报导 台湾的建筑物上大多贴有防空避难标志 这是为了避免因战争空袭而造成伤亡 但真的够用且堪用吗 如果今天真的战争发生 人们被指引到这个避难空间 可是进去之后其实是没有办法生存 那我们该去如何 一样是活化的角度 如何让它在这个状态下是随时可用 超过半世纪的防空洞还能启用吗 你看里面都张兮兮的 对不对 里面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现在要找谁谁都不属他们管的 中国在台湾附近部署东风17中程弹道飞弹 部分飞弹更只距离台湾400公里 如今战争形态多元 武器杀伤力也越来越高 现在攻击的形态可能不是只有单一的形态 避难的作为都会在不同的情境底下 效果会是不一样的 防空避难需要新思维 政府准备好了没 如果说今天我们是没有地下室的空间 没有这个选择那怎么办 如果我们人在室内要怎么做 这个部分在我们的国防部给大家的相关资料里面 并没有那么明确 1月9日下午3点17分许 国防部收度发布防空警报通知 中国发射的卫星偏离轨道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然而英文用语MISO 让人误以为是飞弹 此次事件引发大众热议 如果真有空袭该夺哪呢 二战后国民政府拨迁来台 两岸关系剑拔弩张 因此政府针对人口较密集 以及发生空袭几率较高的地方 规定该区建筑物必须复建防空避难设备 根据内政部指定建筑物附建防空避难设备适用地区 一栏表显示 最早指定时间是民国63年 时至今日 地方政府认为有需求或者有重要建设 以及人口密度大约一平方公里超过1000人 内政部便会会同国防部 评估是否纳入适用防空避难设备地区 纳入后 该区建筑物需依法附建 因此地下室就是防空避难处 常会兼坐停车场使用 建筑物完工后 经建管机关审核发给实用执照 并在下个月15日前 将资料含送警察局来审核建党 并在盖建筑物贴上防空避难标志牌 目前全国共计有8.9万处防空避难处所 因此若防空警报响起 民众可依此标志来避难 也可用手机下载警政署APP 地图上便会显示离自己最近的防空避难空间 不过独立特派员体检防空避难制度后 提出5个改进空间 首先是标示管理与宣传 再加强 一个人往下走的图示标志 这是内政部在2023年6月13日开始推行 相较旧版表格列出容量人数 警政署民官所回应 图示才能让民众在最短的时间内 直觉性地看到标志并依其方向避难 不过实际走在路上 部分标志牌已快脱落 还得用手拨才能看清楚 根据规定标志要贴在门牌处或明显位置 但有些贴在墙壁上不清楚箭头指向何处 有的贴在大门下方直接被车子挡住 这些现象其实可以向当地派出所反应 重新张贴 除了一般建筑物 其实车站也是防空避难所 以台北捷运站来说 如果在出入口贴有防空避难的标志 代表民众可以依此标志来进入车站避难 而这样的避难车站通常是地下型的捷运车站 但其实台北捷运站还有另外一种因应战争防护等级更高的民防车站 根据台北捷运提供的资料 民防车站是由国防部认定 在结构设计上 车站地下一楼的天花板底部装有防碎钢板 如果没装 顶板厚度就需要增加15% 或者设置防爆板 防止炸弹撞击穿透 车站月台的混泥土墙 内部踩圆角设计 减少正面撞击面积 通风景也设置避难坑 像这样的民防车站 只有14个台北捷运站 高雄捷运没有民防车站 不过只要是地下型车站 都可作为防空避难 但问题是民众有留意过防空避难资讯吗 好像没有 知道啊 就不是人家地下室吗 然后都被人家站走吗 那你知道你有听过民防车站吗 没有 有听过 那你知道这是有一个标志吗 标志就不知道 那你有听过民防车站吗 没有 第二防空洞算不算防空避难设备 日据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台湾传了美军空袭的主要目标之一 许多显耀之地都设有保护人身安全的防空洞 像是基隆港旁的信二防空洞 新建于二战时期 内部空间约249.1平方公尺 高低差从100公分到3公尺不等 属于在山里手工开凿的防空洞 洞内弃有红砖之处 原本是通到民宅的出入口 显示日据时期是给一般民众避难用 基隆市府以城市活化再生的概念 整修此处 目前成了观光景点 显而防空洞入口处便贴有防空避难图示 但是打开防空避难APP 没有显示该区位置 因为根据防空疏散避难设施 建党作业要点 只有金门县与连江县的防空洞有建党 因此许多防空洞根本不知道管理单位是谁 现在就是想知道 基隆八毒火车站对面有好几个防空洞 出入口有门锁住 谁在管呢 问不出所以然 防空避难设备在都会区较密集 在非都会区像是八毒车站附近的八中里 防空避难建筑数量须值可数 反倒有十数个日据时期留下的防空洞 基隆和平里更多达32处防空洞 这个防空洞是在日记时期就已经做好的 当初祖港的时候 刚好日本人到住在我们山上很多 防空洞历史超过八十年 墙壁手工凿痕 清除可见 地板野蛙有排水道因应地下水 洞内有好几个大小不同的避难空间 几个防空洞互通相连 我们这边有另外一个通道 这边就可以爬上去 外面的那个刚刚好有一个平台 差不多有十平的大小 和平里所在地基隆求紫山 三面环海一面环山 站在制高点可眺望东海与太平洋 掌握进出船只 另一侧牛丑港与基隆市区 尽收眼底 位置显耀 如今山上还留有国军当时的炮台底座 以及港哨等设施 这些将近百年的防空洞能否启用 结构上是否安全呢 我们其实有请新北市的土木祭司工会 有帮我们做安全上的一些鉴定 那它其实安全是无语 可是它不能再做过多的开发 这个防空洞它因为是70年前 那当时的武器 然后或者是弹药的能力 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种爆破型 所以夺到防空洞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的等级 是有一定的防护程度 可是如果眼睛到现代的话 我们当然要根据不同的武器 或是不同的这个攻击的规模 来去设想这个防空避难设施 或者避难设施的掩体 防空洞能不能平时观光用 暂时避难用 以及管理单位全责不明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地理环境 至今仍否具备军事战略价值 如果是又该如何管理 这都是政府带厘清的基础问题 第三国防与民防基础知识不足 现代军事科技日新月异 现在攻击的形态可能 不是只有单一的形态 有可能是导弹的攻击 也有可能是由船舰上面 所发射的导弹 也有可能是由飞机上面 所发射的飞弹 不同的攻击形态 空袭预警的时间 以及民众避难时间就不同 譬如说是福建江西这一带 发射的导弹的话 那它到达的时间 可能都在五六分钟以内 包括了空军战管中心的空置中心 他们要去做判断跟发布 需要时间 那发布以后 透过了警证民政的系统 再发放警报 民众再接收到 那那个时间就会缩得更短 可能只有三十分钟都不一定 不同的战争形态与武器 造成的伤害也不一样 我们看到乌克兰如果是飞弹 或者火箭弹攻击 它大部分是墙面受损为主 但是如果是在加萨走廊的话 是整栋建筑物 因为以色列空军的炸弹 整栋建筑物毁掉 人是被埋困 在建筑物里面救不出来 山幸于教授认为 政府有必要向民众科普 基础的国防知识 包括两岸特殊的战争形态 可能的武器及其造成的伤害 还有预警逃跑的时间 可能要先让民众大概知道说 战争可能的形态是如何 所以怎么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让自己最安全 该如何让自己安全呢 以日本为例 说明弹道飞弹击中目标时 会掀起冲击波与飞弹碎片 教导孩子用于更直白说明 飞弹爆炸后掀起强烈的风 可能把人吹走 窗户玻璃也可能碎裂弹飞 因此在家里也要小心 在户外要躲到隐蔽处 趴着保护同步 屋内则尽可能远离窗户 相比台湾国防部 112年的全民国防应变手册 一样教导民众如何避难 然而文多图少 难以一目了然 因应飞弹攻击的篇章 只说明竞速远离及避难 并没有说明可能造成什么伤害 原则上其实应该是 我们躲的建筑物越深处越好 那有人提出来叫做两墙原则 就是建筑物受到攻击的话 最外围的外墙一定是直接会受损的 有可能受损 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能够躲到建筑物的 里面的房间里面 室内的走廊等等 我们有多一道墙或多一些阻隔物在中间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比较能够保护安全 第四落实民防演练 高雄西紫湾隧道于1928年完工 二战美军空袭时 内部曾改做防空洞使用 他们主要的功能就是希望来做这些战备物资 或者是一些弹药 子弹的这些出厂的空间 国民政府来台初期两岸关系紧张 因此扩建成为高雄港务局战时指挥部 墙壁上贴有组织各单位的牌子 那这边有一个救护站 那这个空间是所有凹洞里面最深最大的 那它的目的就是救护的功能 所以可能它就是会需要摆这些 单架定船 然后有一些医疗设施的设备 走到两旁设有座椅并且备有洗手间 出入口是将近二十公分后的防暴门 门外是民宅 洞内则有连接到户外近乎八十度陡峭的逃生通道 与通风景 防空洞不曾真正启用过 目前所有权属高雄港务公司 但它被登陆为历史建筑 因此主管机关是高雄市府文化局 由位在旁边的中山大学代为管理 学校与民间单位合作 举办防灾应变课程 在防空洞内模拟救援状况相当拟真 有在这边实地的操练 譬如说一些CPR 如何紧急应变的一些 然后或者是准备救难包 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这个空间来 发挥民房的意识 增加台湾任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跟推广 其实与民房相关的万安演习 每年定期操练 然而演习常被戏称为演戏 如果有用建筑物是30楼 也许今天五六楼以下的 它可以顺利地到地下室去 五六层楼以上的那个时间上 根本来不及的 对他们来说 选择建筑物相对深处的地方 去做避难 那这样子的话也许会更安全 但是像这样子的规划能不能够有效 必须透过平常的演练或训练去证实说 你所需要的移动时间是多久 你能容纳的人数是多少 最后避难法规需与时俱进 因为俄乌战争 乌克兰政府重新检视公共空间的避难设备 尤其学校地下避难室 放有医药包 3C充电装置 床铺 暖气与通风设备 以及解决生理需求的洗手间 与饮水机 有些学校甚至有卫浴设备 学校避难设计的目标 是长时间维持正常且安全的学习环境 反观台湾 法律确实规范建筑物需附件避难设备 针对面积 墙壁厚度与门窗材质等都有规定 但这样就够了吗 这个战争如果它开打的时间很长 我们战旗大的很长 所以就开始要考虑这个生活 第一个当然是它有办法直接进入 所以路线指引是明确的 然后第二个是里面有没有水 第三个议题就是能源的取得 那第四个就是粮食的储藏 法规要求一个坚固的硬壳子 但有没有其他的避难需求 例如医院 学校 大众交通等公共空间 是否有不同的避难需求 都需进一步思考 尤其部分建筑物 地下室 连门都打不开 或者堆满杂物阻碍出入 大家可能是充满了乐观偏见 觉得灾害不会发生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大家对于战争的风险 没有一定的共识或认知的时候 定期的去做这些空袭避难的演练 也一样是困难的 有可能发生的灾害风险 就该警醒 常做准备 从心理上的共识认知 到熟悉 熟练使用住家或办公场所附近的 防空避难措施 有备无患永远是面对风险意外的最好方式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们的地点 如真的 在白帮里得浴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